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讲内影,我是小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剧情片《年轻人》 内影主要讲述了未来社会水资源极度匮乏 人们竟然用沙子洗碗的故事 故事很精彩,喜欢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话说未来世界水资源极度匮乏 能用的水资源已经接近枯竭 日常生活中人们需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喝到水 喝不起水的就冻起了歪心子 可是偷水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当场射杀 此时镜头一转,我们的男主聪明哥上场了 他原本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家有良田千亩 但是因为缺乏水资源,良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 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大漂亮 但是妻子因为身染重病,只能依靠医疗器械帮助行走 好在儿子小梁很懂事,而女儿花花也很乖巧 一家人的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只是因为水资源缺乏,给一家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他们吃完饭后没有水洗盘子 只能用沙子来洗,洗完后吹一吹就算干净了 聪明哥经常带着儿子小梁去给山内边的水厂送货 以此来挣点微薄的工资度日 每次来到水厂,他都会想方设法地讨好工头 希望他能在铺设水管的时候照顾一下自家的田地 不过这空口白化的,工头是不会帮他的 而且学商加装的是,运送货物的驴也因为过度劳累死去了 无奈聪明哥只得花费了全部的家当买了一头机械驴 现在全家的希望全都寄托到了这头机械驴上 此时花花的男友大壮出现了 这货心术不正,总想着走歪门邪道 聪明哥对这个未来女婿没有什么好感 但是女儿花花却认定了她 而且为了她还要死要活的 聪明哥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跳进火坑 于是只好采取强硬措施,把女儿关在了家里 这天聪明哥发现自己购买的机械驴不见了 于是她马上想到是大壮偷走了自己的驴 想到这儿,她立马就找了大壮的老爹 从她口中得知,大壮去帮水厂送货了 这下聪明哥更加确定,大壮就是偷驴贼无疑了 为此她立刻背上枪支,赶往了水厂 想要夺回自己的驴 但是山路崎岖,她在半路上遭到了水厂工人的伏击 等她醒来后,公头带人把她团团包围住了 而且公头还指责她使用机械驴偷水 聪明哥本想解释一番,奈何公头不警不听 还直接挥舞着匕首向她刺来 幸亏聪明哥伸手敏捷,一番战斗下来 她成功制服了公头,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 她又只身踏上了寻找大壮的道路 经过艰难的跋涉后,她终于找到了在山上休息的大壮 面对聪明哥的指责,大壮自知理亏 于是就默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聪明哥把她绑了起来,然后压着她向水厂走去 可是因为天气炎热,两人很快就渴得受不了了 脚合的大壮也假装服软,让聪明哥放松了警惕 此外,他还从水厂偷了不少的酒 两人就用酒来解渴 但是喝着喝着,大壮就跟他说了一个秘密 原来聪明哥家的那块地原本是属于大壮家的 只是因为有人使坏,银行才把地收了回去 最后稀里糊涂的又分给了聪明哥 所以大壮对这块地的先主人聪明哥一直心怀怨恨 他一直想夺回自家的财产 听闻这件事后,聪明哥终于明白了大壮的险恶用心 可此时因为饮酒过度,他已经站不稳了 而大壮也趁此时机,用石头向他发动了袭击 聪明哥来不及防备,一时间被重伤在地 残忍的大壮把他绑在了机械驴上 然后又设置了自动驾驶模式 就这样,在机械驴的偷拽下 聪明哥被活活地弄死了 此时被磨在鼓里的小明和花花,承受了巨大的悲痛 而大壮则恬不知耻地继承了聪明哥的财产 此外,他还拿着聪明哥的匕首找到了公投 威胁他改变水管的铺设路线 否则就向世人宣告是他杀害了聪明哥 公投投属即弃 最后在他的威逼利物下答应了他 很快,干旱的梁田就迎来了宝贵的水源 在大壮的辛勤劳作下,梁田重新焕发了生机 而此时花花也怀孕了 眼看着双喜临门啊 很快,梁人就举行了浪漫的婚礼 可是天又不测风云 这天一群陌生人找上门来 原来他们是银行派来的人 之前聪明哥为了买下这块地 向银行带了巨款 现在这些债务赞而然的就落在了大壮头上 大壮很愤怒 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 他们却又要把自己往绝路上推 生怒之下,他骑着摩托车就要和这群人玩命 眼看着大壮不买账 银行的人只好答应还两天 让他尽快筹款 否则他们就要再次把地收走 无奈之下 大壮只好向朋友下了黑手 他抢走了朋友的孩子 然后把孩子卖给了人贩子 但是人贩子心狠手辣 拔枪就对他展开了射击 这是要斩草除根啊 大壮被病无奈 只好拔枪还击 交战中 大壮撤乱逃走了 不过机械驴却被子弹打中了 顷刻之间就出现了系统紊乱 最后还启动了自动返场维修功能 来到原厂后 机械驴很快就被修好了 最后老板还通过机械驴上的电话号码 找到了聪明哥的儿子小明 小明见到机械驴后很感动 因为这是父亲留给自己的 唯一一件珍贵的东西了 而且机械驴自带摄像头 里面存储了父子俩很多珍贵的回忆 但是看着看着 他就发现了惊人的真相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 大壮就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 他没有声张 而是带着修好的机械驴回到了家中 他以大壮朋友的口吻 给他写了一封信 意思是自己还没死 目前在某某的山上等待救援 大壮文言杀心顿起 于是他立即赶往了那个地点 不曾想 刚到那里就掉进了小明设置的陷阱里 最后面对小明的指责 大壮还妄图狡辩 但是小明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 直接拿起枪就干掉了他 回家后 他没有向花花提起这一切 他选择把真相烂在肚子里 从此胸脉二人就相依为命 并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看了这部电影 小明感觉很震撼 因为冤家一解不一结 仇恨只会把人 拖进无底的深渊 所以面对生活中的不平是 我们要放宽心 不要钻牛角尖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拥有幸福美好的人生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或者点击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有想要的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梁再次谢过了 么么哒 我们下期再见吧